大家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年的第一号台风 就在我们2019年的第一天就生成了 是我们的这个帕布台风 它原本就是在南海附近 持续地在这个萧萧涨涨 那么目前已经在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 正向成为今年的第一号台风 那么帕布这个名字是由辽国所命名的 它的意思是淡水雨的意思 那么预估这个帕布台风 外来会持续地朝西北方向移动 所以在外来几天如果要前往马来半岛 像是这个泰国的南部或是马来西亚附近的话 要特别注意这个帕布台风未来几天的动态 那么在我们台湾目前的天气的话 最主要还是受到东北风 以及水气量比较偏多的影响 所以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我们的银峰面地区 像是基隆北海岸 还有我们东北部附近 可能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要特别地注意 另外全台湾雨量也都比较偏多 也都还是会短暂小雨到飘雨的机会提醒大家 所以我们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 那么温度也还是比较偏低 大概都是比较偏16到17度左右 比较偏冷的这样子的温度 所以也还是要特别注意保暖 我们来看一下外景天的天气 预估像这样子的不稳定天气 水气量比较偏多 还有东北风冷空气 影响到天气会持续到礼拜四之前 礼拜五开始之后 这个我们台湾风量比较明显 转成有点偏东风到东南风 加上水气量减少之后 天气才会比较明显的好转 但是这段时间 这个空档并不算是太久 大概就是礼拜五到礼拜六两天 礼拜六的下半天 深夜左右 还会再有一波 微弱的风险云气很快速的 通过我们台湾水天气 还是会有一些变化 那么到下个礼拜 还是会一波一波的这个冷空气 会持续影响到我们台湾水 还是要特别注意外几天 到下个礼拜的这样子的天气变化 那么第一号的帕布台风 对我们台湾是不会造成直接的影响 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在外几天 它的这个外围有一些水气 可能随着南方的一些气流 飘上来到我们台湾的附近 那么来看一下 在这个温度的变化的话 我们北部还是要特别注意清晨 还是比较偏冷 低温大概在15到18度 那么中午高温的话 在礼拜四的这个白天之前 都也还是比较偏凉偏冷的 这样子的温度比较偏低 都在20度以下 礼拜五开始之后 云量减少转成偏冬风之后 可以看到温度比较明显 我们的这个回温 回温 那么到下个礼拜 还会在冷空气南下 云量变多 所以天气 这个温度也还是会有一些变化 那么在南部的话 这个温度的起伏不算是很大 但是每天每天的置业温差 就会比较明显一些 低温大概在18到20度 中午高温可以来到23到26度 甚至到下个礼拜 还可以回升来到26到27度左右 那么来看一下 在这个降雨的区域方面 可以看到礼拜四之前 全台湾的降雨区域都是比较偏高的 尤其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提到 基隆北海岸 还有东北部宜蘭这附近 雨势会比较明显 到礼拜五的时候 水气量比较明显的减少 但是咱们迎封面了 东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还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也还是要留意 局部地区雨势可能还是会比较大 礼拜六的话呢 天气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好转 尤其在礼拜六上半天 但是刚刚提醒过大家 礼拜六下半天 尤其到礼拜六深夜的时候 可能还会再来波 封面云气南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要特别注意的还是低温跟降雨 尤其在我们北部跟东北部的降雨 还是会比较明显一些 另外温度也还是比较偏低 低温大概都是在15到18 19度左右而已 那么在明天的话 各地的天气还是跟今天比较类似 但是最主要容易下雨的这个区域 还是像我们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西半部的话最主要是因为云量比较偏多 可能局部零星的短暂震小雨到漂雨 但是其实绝大多数地区可能都是多云 到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的这样子的天气 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一些 但是因为我们台湾整体来说 水系量还是比较多 所以相对来说 降雨几率还是比较偏高一些 另外要特别注意的还是 还是这个温度 低温只有15到19度 中午高温的话 北部跟东北部也都还是比较偏低 可能一整天来说 都是比较湿凉湿冷的这样子的天气 中南部的话要特别注意日夜温差 这个中午高温可以来到 大概21到23度左右 所以最后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第一个就是持续有东北风和水系的影响 仍然是不太稳定 包含北东部呢 是有局部的这个短暂的震雨 甚至有局部地区 雨时是比较偏大的 尤其迎风面要特别留意 西半部是比较零星 有短暂震雨 礼拜五的话呢 会比较明显的转情回温 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